这场大会的开幕式会是什么样子呢 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吧 很快的大会就要开始了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这场大会吧 现在我以COP15主席的身份 宣布卡特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第十四次会议 以及关于获取遗传资源 和公平公正分享 及其利用所获会议的 明古议定书 第十四次会议 开幕 第十四次会议定书 第十四次会议定书 在过去的四年里 中国有超过一百万名九龄后小伙伴 参与到了新疆阿尔泰山的自然保护工作里 种下了四十一万颗灌木柳树苗 发展了一百九十户牧民 成为自然巡护工作员 我们还一起干了一件大事 我们帮助猛新河狸的数量 从一百六十窝上升到了一百九十窝 取得了促进中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数量上升百分之二十的好成绩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